昨天已经说此车的玻璃,今天我们分享下该车的外观状况,看外观这款爱丽舍还不错吧,但是要记住购买二手车,要仔细看细节再看几张图片,就不那么完美了。 看完这三张图片想到了什么,这么多地方需要补漆的,你心中的价格是不是直降了很多,继续看照片经过漆摩一测量本车,居然全部都是原厂车系,经不经细,意不意外,所以说这款爱丽舍的外观评分是很高的,这位车主也是个聪明的人,没伤到底漆的情况下,全部选择了无视,虽然这样看来外观不是很美观, 但是经过销售一说此车全车远长期,客户一听心里很高兴了,这证明了什么,没有事故吗?买车不都是图的车况好无事故吗? 在此告诉大家去市场买车的时候,仔细看看,如果车收拾的核心车一样,有飘浪的外观干净的内饰,你就要问他们哪里不过期了,哪里更换过了等等。 毕竟二手车是在前任车主手里开过的都有些小瑕疵,不可能每台都是特别完美的,有也是功利数特别少的,而且二手车商收购回来的车都是要整备的,整备不需要钱啊,当然需要,所以等于羊毛除在羊身上。 这也就造就了毛泽和某人之类二手车网站客户的大批量增加,请大家记住,网站的车说,检测的很彻底,无重大事故等等,但是却不然,我看过几次网站的车辆说的无事故,一看两头都换过了,再次告诫大家购买二手车,最好要选择懂车的陪你一起,要么都是想头条上的大V选择本地的看车,为什么? 因为他们十分珍惜他们的账号,如果检测失误,你一个评论,就等于毁了他在平台上的名声,今天外观篇就先说到这了,明天继续更新。